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汇达在2023GTC大会上。 车企比亚迪和汇达的深化合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心意。 之前就已经传出了比亚迪将引入汇达Drive Oran平台的新闻,只是这次明确了比亚迪旗下的销售主力,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的多款车型都将引入这个平台。 而在今年二季度,比亚迪首款搭载汇达晶片和激光雷达的车型就将上市,其在自动驾驶辅助方面的能力将成为市场最大的看点。 作为全球头部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此举对于提升汇达的市场占有率将起到关键作用。 2022年量产上车的Oran算力月质254T,在算力层面应付高阶自动驾驶绰绰有余。 在解决了算力问题之后,比亚迪也可以腾出手来。 发力,自动驾驶软体平台。 之前也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联想造车的传闻,在这次GTC大会上被汇达以半公开的方式揭开了真相。 联想将进军智慧电动车领域,但并非下场造车。 其将基于汇达的FOR晶片打造自动驾驶预控制器。 而在2025年FOR晶片量产之前,联想将率先发布在算力上,略须一筹的形搏一体控制器。 FOR晶片最大的亮点在于其不仅可以实现2000T的AI算力, 同时其也可以将一部分的算力从自动驾驶领域分配给智慧座舱。 这也就意味着FOR将成为业内第一款,为汽车中央运算架构而打造的SOC晶片。 而联想也有望凭借率先引入SOC晶片,而在智慧车市场中取分得一杯羹。 除了主控晶片之外,灰达研发的OmniVis也是其在汽车行业甚至整个工业行业新的一个落脚点。 OmniVis是一个能够反映物体真实尺寸,而且可以遵守物理定律的虚拟纺针引擎。 它能够帮助车企或者其他工业类企业在产品开模或者工厂建设前进行真实的模拟, 帮助客户在前期设计阶段最大程度暴露各种潜在的问题。 在这次的GTC上,宝马成为OmniVis重要的合作伙伴,即将利用OmniVis对其未来全球工厂进行规划。 宝马之外,通用沃尔沃、奔驰、丰田、Lotus等都会使用OmniVis或在研发层面或在工厂制造层面, 来为工程团队提供最贴近现实的数位化工具,为产品产现乃至整个工厂的持续优化提供保证。 而实现这一切在以前看来是不可能的应用,都是挥达设计的晶片。 因此放眼全球,未来什么最稀缺、最先进晶片肯定属于其中之一。 从美国竭尽全力邀请台积电和三星,赴美国建厂就足见晶片代工,对于全球产业发展和产生升级所起的重要作用。 而在晶片大步迈入二奈米时代的当下,挥达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一个晶片设计者的角色, 其已经将触角深入到了晶片代工制造领域,而其所选择的合作伙伴就是这个领域的龙头、台积电、艾斯摩尔以及Synopsis。 根据辉达三月在其GTC大会上透露的重磅讯息,其将推出一款全新的运算曝光应用。 通过部署这个应用,将能够大幅降低晶片代工企业,在曝光工序上所消耗的时间和能耗, 为生产二奈米晶片以及未来制成更加先进的晶片做好技术储备。 以台积电为例,通过测试,通过仅仅使用500套搭载H100晶片的DGX伺服器, 就可以取代原本需要的多达4万个,用来驱动运算曝光的CPU伺服器, 能让工厂的能耗从35MW直接降至5MW。 而这背后无疑是,汇达更大算力晶片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今年全球范围内有哪家企业最火, ChatGPT背后的OpenAI可能是众望所归。 其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硬生生将AI-generated content, 即人工智慧生成内容,移入了寻常消费者的家中, 并大有撬动既有的市场格局的能力。 而支持OpenAI快速发展并持续进行迭代的, 就是汇达最新的超级计算机DGX, 而这款超级计算机的核心正是8块H100模组。 很难想象,现在如日中天的ChatGPT, 如果没有了DGX, 其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式? 而按照汇达自己的话讲, 它让整个AI产业来到了一个全新的iPhone时刻。 那么为什么把现在称为iPhone时刻呢? 在iPhone横空出市前, 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一众日系手机企业的市场份额稳如泰山, 而随着苹果推出了iPhone手机, 过往的市场格局完全不在。 而如今, AI领域也正期待着能够有这样的改变。 以ChatGPT为例, 很多公司都希望能够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 而包括微软、Google在内的传统巨头也是积极求变, 力争使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轰然倒下的诺基亚。 而这些企业积极创新的背后, 其实都离不开挥达的DGX这样的产品提供助力。 下一个阶段, 之前使用A100GPU训练和运行ChatGPT的OpenAI, 将使用部署在微软Azure超级计算机的H100晶片, 恢复速度将得到显著提升。 当然这次的重点还是, 美国晶片大厂挥达自从宣布, 将与台积电、Synopsys和艾斯莫尔等半导体大厂合作后, 有助台积电加速推进至2奈米制程的消息。 就立刻引爆半导体圈, 韩媒甚至几乎三星电子应赶紧寻找合作伙伴, 避免落后。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就报道, 台积电将于2025年投产2奈米晶片, 为了追赶台积电, 韩国经济日报指出, 三星已于韩国平泽市建造三座半导体新厂, 业内人士认为, 此处将会用于推进三星2奈米制程。 三星除了宣布要在2025年量产2奈米晶片之外, 还计划2027年量产1.4奈米晶片。 不过根据Transforce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底, 三星在全球晶片代工市场市占为15.8%, 远低于台积电的58.5%, 但是三星这些年, 过低的晶片良率让不少人都捏一把汗。 为了避免差距进一步拉大, 韩国专家认为, 三星应设法结盟, 尽快建立起类似台积电四强的合作伙伴关系, 才能使三星持续推进先进晶片制程与技术。 挥达通过2023GTC大会, 野心实在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通过触达更多的实际使用场景, 来夯实自己在晶片领域的算力优势, 打造其他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 其实,算力并不可怕, 假以时日, 其他企业也可以达到, 但是如果和上下游的主要合作伙伴结成了同盟, 并且研发出了各个行业定制的产品和服务, 那要超越挥达的难度就非常大了。 时下的挥达, 显然早已经不是当年简单的电脑显示卡的供应商, 在AI人工智慧以及汽车行业自动驾驶领域, 可以轻而易举影响车企在智慧、 网联领域的竞争力。 但通过与台积电等企业加强合作后, 挥达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角色。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